為了搶工勞工上票 藍綠白營三位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侯友宜、阿文哲 先後出席勞動政見發表會 賴清德同時承諾 完成最低公私立法 保障非典型勞動權 照顧青年族群 侯友宜致備宣傳版主張基本工資達3萬3萬 更將依照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 並承諾當選後 召開年金改革國事會議 更多的虧損甚至投資的報酬率不好 也是因為這個因素 所以優化老保基金的投資非常重要 而壓續登場的阿文哲 在勞保議題上承諾 每年補貼一千億 儘管三人同場 但都巧妙地避開 在勞工關心的議題上隔空膠戰 阿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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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